如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 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蔬食的食材 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 豆干 豆腐 豆包 这些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 另外它是不含 完全不含胆固醇的 我觉得蔬食的补汤 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 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血脂肪 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 燕麦 糯米 栗子 胡萝卜 山药 在吃进补的时候 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我们都希望 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 第二个 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 第三点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 是乌骨类的来用 第四点就是 餐后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接下来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个 食菇的栗子乌骨的粥 冬天要吃粥比较软和 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里面的栗子可以温暖你的皮味 又促进我们的新型代谢 我们就把这个芹菜就是把它切出 然后我们再把那些菇就是切一下 好 我们先把这个姜汁放进来 然后菇就扁炒一下 我们就把水加进来就好了 这个栗子也加进来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饭也加进来 盖上锅盖的话只要一煮滚起来 大概就三分钟就可以了 芹菜是我们要吃的时候再加 拿这一碗暖乎乎的粥品来作为 调养身体的进步製品